中国有不卷的工作和职业吗 当然有了 当这个整个经济不好 太多的人下岗失业破产 包括不婚不育不买房 就是太多的人心情不好 这个时候呢 就是对这个情绪价值的需求 会急剧爆棚 就是太多的人感觉到孤单 恶住寂寞 还有抑郁 所以太多的人需要提供情绪价值 提供心理疏导 还有一个由此造成太多的人 急需走出困境 第一身体不好 睡眠不好 肠胃不好 所以需要你卖保健品了 什么养生班了 乱七八糟的都需要 还有一个太多的人失业 太多的人失业 他需要再就业 你可以忽悠他 做很多技能的培训 比如现在什么营养师了 什么中医推拿师了 什么中医针灸师了 很火 至于火不火不重要 但是最好是火的专业 你帮人也在就业找到工作 那你说我能不能借这个机会 解决他的心理焦虑 先给他弄个证再说 可以 至于找不到工作 那是下一步的事 可以 但是我不建议干人被良心的事 但是很多机构在干 好吧 就是乱七八糟的证 你会发现你们经常问我 院长考不能考个这个证 院长考那个证 那证基本上不管用 但是呢 他可以减缓很多人的心理焦虑 包括再弄个什么业余的 什么自考班了 什么让大家补充充电了 补个本科了 补个硕士了 很好用 特别是你性价比极高的 比如远程硕士班 最要坚持一年或两年 就给你一个真正的硕士 将来你就业机会 极大的提高 管他娘的真的假的呢 你就能赚钱 解决人的心理焦虑 让人看到未来 至于将来有没有未来 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 但是最起码心理舒服 其实这些都叫心理安危剂 包括提供情绪价值 心理辅导 都是心理安危剂 因为心情不好吗 你心情不好 你赔的胡彩蛋不就行了吗 大概就这意思 包括你们知道 那个张学峰 这两天也开始办了个 职业培训学校 就是干了这件事 对吧 因为他忽悠大家老考研 考考的结果 找不到工作了 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 接着忽悠 对吧 像赵本山是忽悠忽 就完成忽悠权了 忽悠权了怎么办 卖鬼啊 张学峰我推车就干这个事 他不是老忽悠大家考研吗 你就考研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接着忽悠 来办个职业培训学校 我不知道各位懂不懂 你知道弄完职业培训学校之后 还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这个张学峰又搞了一个什么留学中介 再让你留学 出国留洋 你看 这是一条龙的提供需求服务 总有一款适合你 人家说这样晃一晃一会老了吗 老了不要紧 老了之后给你做这个西洋红婚恋介绍所 老了之后再给你做远程殡葬服务 远程墓地服务 让你回老家 我不是说了吗 我就想在非洲买一块墓地 你们知道人类这个起源来说 我们的进化那个起源从非洲来的 这样的话我们都一落归根 真正的一落归根 远程送你回家 而且性价比极高 别人墓碑一年卖十来万一个小盒子 我只卖五千 你想想这多好呢 实现了我们一落归根的梦想 然后给你这个做殡葬服务时候 我找一群这个非洲的小美女给你跳舞 你看看 人生一条龙服务 我们平常的一落归根都是假的 都叫流氓流寇 你就留哪买哪来 真正一落归根把你埋在矮基旁边 和金字塔 和那些发老门为伍 做邻居 你想象都幸福 大概就这意思 要有想象力嘛 或者是你要去大海里 我给你撒到大海里 我专门弄个船 我船上弄个炉子 你要是over了之后 让你家里给你冷藏物流 我送过来 送到船上 我的船上是边活化 边撒大海里头 然后我给你留个视频片 反正在公海里不要钱 多便宜 对吧 我国际就烧几斤 没有问题 然后就几斤没才多少钱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收五六千块钱 多便宜 好吗 就类似这个意思 你就想不开的时候 我提供自杀服务 都可以 到公海里自杀 什么自杀都行 不愿自杀当说马里海盗去 大概就这个意思 那还有一个就是 你看太多的人是找不着工作 还有一个没钱 没钱做小贷款 做小贷 做典当 包括帮他们做债务规划 债务筹划 如何躲避债主的追杀 这些都是生意买卖 因为你弄个手机卡 他一会就找着你了 然后你让他跑哪呢 我这个观点是你弄个庙 然后把手机卡一扔 然后进到庙里当和尚去 天天念经 然后忽悠人家香火钱 我不知道你懂了没有 你看从此以后 然后再也没人追杀你 然后天天上火不干光念经 然后都有人给你上香 因为这个年头 心情不好的人多呀 你告诉他 求己不如求佛 然后你装了百个样子 让人家给你上香 然后你天天收香火钱 晚上你下了班之后 这个信徒不来的时候 你们关起门来天天分钱 一天分一麻袋 这都是很好的买卖 所以永远有不卷的职业和工作 这些供你们参考 有一部分是我胡说的 别当真啊 有一部分可以引发你们思考 这些供应该是不卷的职业和职业和职业和职业 这些供应该是不卷的职业和职业和职业